哈喽,我是柠檬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蓝毛的秘密 你们肯定听说过其他UP主拍过的类似视频 都以为蓝毛是女主的闺蜜,对不对? 但这一说法是错的,蓝毛和女主根本不是闺蜜关系 下面请听我分析 都说蓝毛看到女主被车撞后会帮女主复仇 蓝毛真的追上去了 但其实这一举动是樱花里所有的男生 都有的 继续用男生试验一下 看呐,这个男生也追上去了 由此肯定蓝毛可能是个男生 然后我们再去蓝毛的家里看看 众所周知 她每天早上都是从这间房子里面出来的 这时桌面上有一瓶魅药 哪个女生会用这种东西 而在她的房间里面,这个椅子是粉色的 这可能是为了掩盖身份 对此你们怎么看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吧